台北市大安區寧靜的巷弄內 住著一家四口 這戶人家家境相當富裕 但這一天男主人回家 一進到房間 準備拿一些現金 卻發現不太對 我們五月一號那一天 我們就是接到那個被害人 來我們這邊報案 說他的那個現金 五百多萬現金被偷竊了 這個附上報案 說招竊五百二十萬 這麼多的錢被偷晴天霹靂 原來這戶人家男主人 是水泥業的製造商 家裡不只老婆小孩 還請了一個外傭幫忙 打掃家裡 那我們一接獲報案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有到他家裡去看 那我們的見識人員也有去 那就發現他家裡 並沒有被搬箱倒櫃的痕跡 那門窗也都沒有被破壞 家裡他只有三個未成年的子女 還有他們夫妻兩個人 跟一個外勞 照顧一個八十幾歲的媽媽 這樣子 門窗沒有被破壞 家裡也沒有被翻動過的痕跡 其實初步我們跟連盤有可能是 就是內鬼 有可能是外勞 或者是他們夫妻自己 謊報等等之類的 但怪的是 如果是被外人闖進來偷竊 至少門窗都要有被翻動過的痕跡吧 難不成真是自己人幹的 前一天已經預約好要按摩 所以他發現不見之後 他還是去按摩 所以我們一度也有懷疑這個屋主 是不是怎麼發現五百萬 五百二十萬不見 還可以繼續去按摩 實在太怪了 屋主還不慌不忙地先按摩再說 這舉動也讓警方一度懷疑 他們會不會再次倒自眼 他從四月二十五號領的錢回來 到了四月二十六號 他就把一部分錢存到銀行去 然後留了五百萬現金在家裡 他抽屜一邊是放五百萬 一邊是放二十萬現金 那他可能身上可能現金不夠 他要去拿那二十萬的現金 可能要拿一些錢來花用 結果發現二十萬不見 他才去看那五百萬 然後也不見了 而這個水泥附傷的家裡 也完全沒有任何一支監視器 這讓警方實在傷透腦筋 這棟公寓就是很遺憾的 沒有一支監視器 但警方沒放過任何一個 有可能找出真相的機會 終於有了突破進展 就好險巷口旁邊有一支 我們檢察局的監視器 對 那我們就 就從二十五號開始 到五月一號到八萬這段時間 一直在過濾 過濾到在四月二十八號的凌晨 兩點零期間發現 有一個窃型 從對面這樣走進他家的停車場 走進去的時候是沒有背背包 然後到了三點五十二分 又從停車場 那出來的時候就背個背包 然後出來之前 又有那種探頭探腦的動作 就停留了一個多小時 對 將近一個半多小時